眼前这辆2010款的奥迪R8便是山姆 花了32,750美元从网上净拍到的 由于车子的所在地较远 所以他这次选择了一个托运服务 可以看到整车的外观状态很不错 没有受到什么明显撞击的地方 应该不是一辆试固车 但是大家也知道 山姆平时修的车子都没那么简单 车况看起来很不错 实际一塌糊涂 那些车子往往是越修到后面越闹心 由于在停车场那边闲置了很长的时间 车辆的蓄电池早已没电 所以他这边尝试搭电启动 很不幸 没能成功启动车辆 只能这样先推出去 然后再通过拖车的升降机 将车辆降下来 像这种像是拖车 还是比较好的 之前他买的那辆法拉利 那个车是直接从拖车的第二层滑落下来的 它那个拖车 是在尾部的位置 有一个斜坡的结构 然后利用惯性 把车子卸下来 然而他现在这种像是拖车 则可以直接通过机械的升降机 把它降到地面 非常的方便 不过在将车辆推出来的时候 也要十分小心 别用力过猛把车子推下去了 那就直接歇菜了 将车辆放下来以后 紧接着 山姆便将其推到了自己的维修场地 这个距离也不是特别远 就在旁边这个车库 不是去他那个农场那里 前机盖已经打开了 现在先简单看一下外观方面的状况 除了灰尘有点多之外 几乎没有发现什么其他的问题 整个行李箱 也是被保存的十分完整 没有拆卸的痕迹 2010年中期的奥迪R8 好像这块急雨板有一个通病 就是它很容易开裂 现在山姆也不知道他买的这辆车 是不是也有这一个通病 他想着 后续要把这块急雨板拆出来 好好检查一下 虽然现在 这样看着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出于谨慎跟好奇的心态 还是要给它拆一遍 像这种跑车的刹车盘都挺大的 几乎是把整个轮圈都占满 相比车身而言 内饰就要干净很多 六速手动变速箱 从车库里面 找了一块应急电源 准备自己来尝试启动一下试试 关机盖这个动作 是个好习惯 差点忘了 要是不在车内 被放到了旁边这辆皮卡里面了 拿到车钥匙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踩离合 打火 车辆是能正常通电的 但就是打不着火 这种情况 咱山姆自然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可能是自己接的那个应急电源的 电量不足导致 所以又从旁边 这辆皮卡搭了一组电 倒车影像能够正常工作 通过仪表盘上面显示的信息 咱们还能够看到 车辆行驶的里程数 42,679英里 大概也就是68,000多公里 不到7万公里的那个样子 总的来说 里程数并不算高 这次还是没能给车子打着火 出去检查了一下自己搭的线 发现搭的这些线 没什么问题 所以决定再来试一试 没想到 这次居然成功了 发动机的运行声音 听着很健康 准备在自己的车窟外面 简单试试车 看看车子开起来以后 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奥迪R8 一款中置引擎的双座超级跑车 也是大乖曾经的梦中情车 该车于2006年推出 急速情况下 可以跑到316千米每小时 这车好像是基于 兰博基尼 Gayardo平台开发的 搭载的引擎 分别有V8和V10 向山姆买回来的 这辆奥迪R8搭载的 就是一台V8的引擎 最大可以迸发出420匹的马力 配备有全14轮驱动系统 车身前后重量的比例为 44比56 一圈跑下来 无论是发动机 还是变速箱 它们的状况都很不错 仪表盘也没爆出什么故障码 但是山姆觉得 这车的悬挂状态不是很好 可以看到主驾这边的后轮 明显它下去了很多 也不知道这车有没有配备空气悬挂 是不是空气悬挂的气囊坏了 咱们先给车子清洗一下 因为刚刚大家也都看到 整个车身全都布满的灰尘 清洗干净之后 这样修起来会更加的一个舒服 而且也不会弄脏车间 后期的维修拆装 都是比较的一个舒服 太脏的车子修起来都没什么意思 整辆车已经清洗完成了 咱们来看一下漆面的一个状况 还是非常的一个亮的 可以看到漆面的金属颗粒 好像连的划痕都没有 到时候油气都不用做了 如果想的话 可以做个抛光处理 前保险杠有些石子磕碰的痕迹 不过这都是一些小问题 整车的车况还是非常耐丝的 底盘好像是有一块塑料护板被撞破了 其实像这种跑车平时磕个底盘 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毕竟它们的车身高度都很低 但是山姆上网找了一下这块护板的售价 直接给它吓了一跳 就这么一块塑料的板子 居然要价112.32美元 它真是接受不了一点 所以它现在就是想着看看 后面能不能给它修一修 先暂时不买 实在没办法了再说 而且它现在手上 拿的这个遥控钥匙也没电了 应该是没电了 不是坏了 可以看到它刚才按了解锁按钮 没啥反应 只能通过副驾驶前面的这个拉线 将前机盖打开 接下来 山姆是准备先把原车的这个蓄电池给换掉 因为它已经完全冲不进去电了 要换这个蓄电池也是挺麻烦的 要把整个的行李箱内衬 包括前面的这些雨刷器 以及这块急语板一起都要拆掉 另外 行李箱周边的这些塑料盖板也都要拆掉 而且在拆这些东西之前 山姆还在网上了解到了这款奥迪R8更多的信息 就是 它不仅急语板有着通病的问题 就连这个框架也有 当车辆达到一定年限之后 这些框架的加强键就会出现开裂的现象 所以 趁着这次拆车的操作 它打算顺便检查一下 这车的框架结构是否完好 这也算是一种设计缺陷了 但愿自己的这辆车上没有这些问题 先将行李舱周边的塑料盖板拆除 接着拆出前面的雨刷器跟急语板 然后把整个行李箱的内衬给拿出来 同时拆出里面的蓄电池 新的蓄电池已经被山姆给装进去了 这块蓄电池是买了220美元 还是挺合算的 因为它是在后市场买的 比经销商那边要便宜一半 安装过程也非常简单 在蓄电池的上方位置 左右各有这么一个支架 支架内各有一颗固定螺栓 只要把这两颗螺栓给它们拧紧就可以 然后中间底部这个位置 还有一颗螺栓 这颗螺栓也要给它拧紧 一个三角形结构的固定方式 这让大乖想到了 三角形具有稳定性 现在重新再来试一下车 看看在不搭电的情况下 车子能不能打着火 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车子打着火的那一刻 后面的小尾翼也跟着生了起来 还是挺有仪式感的 现在通过车门板的解锁按钮 前机盖也能正常打开了 之前只能是通过副驾那边的拉线 车头的这些框架结构 山姆也挨个都给它们检查了一遍 总体的状况来说都是很不错的 就是主架这边 靠近悬挂的这个位置 有一根支架断裂了 而且在这里 大乖也确定了 这车配有一套空气悬挂 关于这个断裂的支架 是选择切割更换 还是在原先这个支架上面 做一个补汗的操作 就看山姆后面的选择了 现在有一个更头疼的问题 就是装雨刷臂的这块板件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刮花了 可能是那个支架断裂 导致整个雨刷臂移位 然后产生的这些刮 又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总之要把这个故障源给找出来 不然这样刮下去肯定不行 会引起一串连锁反应 可以看到 这车的前减震塔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感觉主架的那个支架 很有可能就是被这个减震器给顶坏的 咱们先把这个雨刷臂 给它拆解下来 里面的情况不容乐观啊 减震器就装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地方直接被顶开裂了 这要是做切割更换处理的话 那整个的维修动作就大了 因为这位置涉及到了车辆的防火墙 还有前面这个大的刹车泵 我就说 山姆修的车子都没那么简单吧 不过好在纵梁这些东西 没什么问题 所以它可以考虑在原有的基础上 进行补焊操作 两边的纵梁 跟底下的那根横梁 都没有开裂的迹象 因为这车采用的是一个全铝车身的结构 山姆不会铝焊技术 同时 它又没有铝焊机 所以它准备找人来做这项工作 自己则打算 先去做一些简单的拆解工作 在车底放了两个架子 接着又把左前轮给拆出来了 这个位置有90%的 可能是被这个减震器给顶坏的 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 减震上下运动 如果突然遇到这种大坑 减震很容易就会把这个地方给顶坏 说实话 它这个地方设计得有点太脆弱了 感觉即使这次山姆把它给修好 后面这个地方 损坏的可能性依旧很大 现在它是把减震器 从减震塔上面给拖开了 可以看到 这个裂纹扩散的位置 还是挺长的 还好之前是车的时候 就在车窟外面简单跑了一下 没遇到那种颠簸的路况 不然这个地方想修都没办法修了 出来买了一些工具 这个看着像是一个拉锤 然后旁边这是一套液压扩张钱 看来是要自己先做一些 简单的修整工作 这样焊接师傅过来 可以直接焊 也能给自己节省一些工时费 这原来不是拉锤 是一根液压杆 放到指钉的位置之后 把顶开的位置给它拉回来 还配了一条铁链 把这条铁链 绑在下面这个支撑架上 说是这样效果更加 可惜它在这边鼓刀了半天 一点效果都没有 用锤子光光一顿砸 可以看到 也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纹丝不动 而且在砸的时候 山姆还不小心把钱 挡风玻璃给砸了一锤 这一刻他的心里 有着9999匹马奔腾而过 这块钱挡风玻璃 挨了这么一锤 八成是要换了 其实我们平时在修车的时候 这种误伤的情况 时不时也会发生 最后都是自己买单 这块挡风玻璃山姆 也是上网查了价格 原价1420美元 虽然给了一个优惠 只要1153.75美元 但还是有一点小贵 不过 虽然砸坏了一块挡风玻璃 但是山姆依旧选择 自己来做这个地方的修整工作 换了更大的锤子 同时加大了液压感的力度 这次修复的效果就比较明显了 不像之前一动不动 但是在拉拽的时候 有点用力过猛 把这个圆孔给拉坏了 现在他也不知道 这个圆孔能不能焊回去 要是焊不会去 那就麻烦了 因为这个位置是要锁螺丝的 他这边已经是把焊接的师傅找来了 现在是在打磨需要焊接的部位 看样子应该是能够焊 铝焊跟普通点焊 还是有区别的 铝焊是常采用Tick的焊接方式 种方式使用物极作为电极 在惰性气体的保护下进行焊接 而普通点焊 则是利用电阻热融化母材金属 形成焊点的电阻焊方法 直接找了一块铝片 给补焊了上去 然后在上面又开了一个相应的孔 焊出来的这个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现在是要把这个钩子拿掉 然后再进行一个补焊的操作 同时副驾驶这一侧山姆 也让这位焊接师傅做了补焊 相当于进行一下加固 反正人都请过来了 工时也给了 不焊白不焊 请这位焊接师傅 好像是花了300美元 自己买的那些工具 花了200美元 等这些焊接部位冷却的差不多以后 咱们再往上面喷涂一层底漆 这样就更加好看了 几乎是看不出修复过的痕迹 原来它这是那个电磁减震 不是那种带气囊的空气减震 看了一下 没有漏液的迹象 整个减震的状况也很不错 但是在安装的时候出了点问题 就是无论它怎么摆放 咱们可以看到 它就是对不到那个固定孔 开始它以为是这个位置 被什么东西挡住了 所以用角磨机打磨了一下 但还是装不回去 所以珊姆就把这个减震器 进行了一下分解 发现减震器里面的这根顶针 有点弯曲 弯曲的不是很明显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就看不出来 但是可以肯定 这根顶针弯曲变形了 所以这个减震支柱 肯定是要换新了 像减震弹簧这些东西 还能继续使用 但是珊姆这次不想选择 单独更换一个减震支柱了 她想把这车的四条减震全换了 因为之前大家也都看到了 左后轮下她的有点厉害 她怀疑跟这个减震器有关系 所以这次干脆就把这辆车的 四条减震全都换掉 花了4000美元 买回来了一套新的 也算是下血本了 原本经销商那边 给她的报价是2万美元 后来她找了一家工厂 买了这么一套OEM件 说是终身保修 装完前轮的减震 接着再把后轮的减震 也都给换掉 相比空气减震 电磁减震的可调节性更强 还有就是响应速度更快 操控性方面也更好 适合追求驾驶乐趣的车主 不过咱们可以看到 山姆要换装的这套减震 明显要比原车的更细更短 而且看着好像就是 普通的减震器 并不是原车的那种 电磁减震 没办法预算有限 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看到她换这个减震器 就让我想到 我之前换的那个短黄了 那个短黄是针颠啊 后面实在受不了 又给换回了普通的减震 因为它是从原来的 电磁减震 换到这种普通的减震 所以要在每个减震的旁边 装上这么一个屏蔽器 要不然仪表旁会爆故障灯 虽然没什么影响 但是那样看着很不舒服 这四个屏蔽器 也是花了山姆400美元 这四个屏蔽器的 安装方式也很简单 就插在那个 插减震线数的接口上 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了 为什么不直接 买一套电磁减震呢 反正都是买新的 搞得这么麻烦 还要装什么屏蔽器 不买电磁减震 那自然是价格贵了 你想普通的一套减震 都要4000美元 这4000美元 已经是顶着压力上的 那电磁减震的话 就更不用说了吧 减震器都换好以后 山姆这边 也是拿来了卷尺 分别测量了一下 他们的高度 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就是要开着车子 出去跑一跑 重新感受一下 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的 一些体验 还是原先的电磁减震感受更好 不过这次的是车过程很顺利 没有发现什么别的问题 试完车以后 紧接着山姆就找来了换玻璃的师傅 把这块钱挡风玻璃给换了 整块钱挡风玻璃一换 给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特别的舒服 特别的耐思 花了钱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山姆这边把车辆的后保险杠跟尾灯都给拆了 并不是因为发动机或者变速箱有什么问题 而是他想给这辆车换装一套新的排气 因为他觉得原车的那个排气声听着不是那么带劲 说实话 大乖还真是第一次见他花钱改车 而且还是改排气这种操作 不过他现在并没有着急安装新的排气 而是在这里研究起了这车的空气动力学 就是在侧群这个位置 有一个风道 这个风道是直接通到这个后轮的 然后888讲了一大堆的理论知识 其实跑车对于风阻系数的把握 还是挺严格的 因为风阻直接影响车辆的加速性能和最高车速 所以咱们平时看到的那些跑车 他们的车身设计都非常的低矮 因为这样可以减小车辆行驶时的正投影面积 从而达到降低风阻的目的 然后就是通过车身的孔系设计 控制气流的流入和流出 以达到降低空气阻力的目的 就是刚刚咱们看到的那个风道 空气动力学这里面的门道还是挺深的 因为它对跑车性能的提升至关重要 因为这车是基于兰博金尼 Gayardo平台开发的 所以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兰博金尼的标志 所以也导致有很多朋友都说 这车就是换壳的兰博金尼 其实这个东西要怎么说呢 虽然它们都是一个集团旗下的品牌 奥迪R8和兰博金尼 在某些方面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咱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换壳车 因为每款车型都有它独特的设计理念和市场定位 奥迪R8无论是在外观方面 还是在内饰方面 包括悬挂系统跟动力系统等方面 它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设计和调教 原本山姆想着 既然车尾都已经拆成这样了 那么自己干脆把这车的机油给换了 但是他发现 这车的放油螺栓 需要特制的扳手才能拧开 而这个东西要去买 买的话呢 就要100美元 他想来想去 都觉得花100美元去买这么一个扳手不太值得 而且买回来可能就用这么一次 因为这车它是打算修好就给卖掉的 并不准备自己开 所以就没买 机油也没换 说了那么多 还是回到咱们主要的工作当中 换排气 山姆准备更换的这套排气 相信很多老朋友都非常熟悉了 Rmetrix 之前那两位小哥经常换的一款排气 太合金打造 还有遥控可以开关阀门 不过对于改装这个事情 就属于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了 可能有的朋友就喜欢原厂排气的那种声音 喜欢原汁原味 改了之后 反而听着不是那么自然 不过太合金的这个排气 看着确实很漂亮 而且 它的重量也很轻 就只有15磅 一只手就能轻轻将其举起 据说这套排气价值7000美元 也不知道是他买的 还是赞助的 大乖感觉不太可能是买的 因为山姆平时的修车风格 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 一百的扳手都嫌贵 不过那个一百的扳手 确实是很贵 大乖我都觉得贵 新的排气 已经是装上去了 该拧的螺丝都给拧紧了 像那些卡钩 也都给它装好了 现在先来听一下 这个声音怎么样 排气尾段还没装 感觉要比之前的那个声音 更厚重一些 继续安装两侧的排气尾段 整个的安装过程也很简单 就是把相应的卡钩给拧紧就可以 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个类似小铃铛的东西 就是那个控制阀 就是通过它来改变排气的声音 然后这是遥控器 试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根杆在运动 觉得挺有意思的 把两边的尾灯跟防撞梁 还有厚保险杠全都装好 等会好好听听这个新的排气声 还是这种跑车的排气 换起来轻松 要是咱们平时那种轿车 整那么一根长长的管子 拆装起来 真的是特别特别麻烦 很多时候 都要两个人一起操作 排气的那个线路 山姆是给它隐藏在了 这个A柱的是板里面了 直接通在了这个方向盘下部的位置 隐藏得很好 丝毫不影响车内的美观 要不然有一根线掉在车顶上面 也太不美观了 哦 哦 阀门的打开跟关闭 还是能够很明显 听出它俩的区别的 除了遥控器之外 咱们还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跟设置 非常的方便 先是出去加了一趟油 接着又在外面跑了几圈 整个过程非常的顺利 没有出现什么其他的状况 但是他觉得这个减震不是那么的舒服 所以回到车库以后 他就对这个减震做了一定的调整 紧接着又把车子开到了当地的一家轮胎店 准备在这边做一个四轮定位 因为车辆在行驶的时候 方向盘似乎有些跑偏的问题 对了 如果大家在开车的时候 方向盘处于摆震的状态 在300米之内 车子没有明显的往左偏移 或者是往右偏移 那么你的车子就没有问题 如果发生向左偏或者向右偏 那么就有必要去做一下四轮定位 因为做完四轮定位之后 一般车子发生左偏或者右偏的情况 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 四轮定位做好以后 回到自己的车库 将发动机舱内的盖板 全都安装回去 包括前备箱的这些盖板 也都给他们挨个安装好 觉得原车的轮圈不太好看 山姆这次也是换装了一套新的轮圈 这套新轮圈大乖 怎么越看越有种那个兰博基尼的味道 之前破损的护板 它这边也做了更换 这辆2010款的奥迪R8 维修到这里 也就完工了 咱们还是老规矩 开着车子出去跑一圈 咱们还是老规矩 能看到山姆 完整彻底修复好一辆车 真心不容易 在浩瀚的汽车宇宙中 总有那么几款车 它们不仅仅是交通工具 更是梦想与激情的化身 而奥迪R8 无疑是这其中 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星辰 它静静地悬挂在 无数彻迷的星空之中 成为了许多车 有心中那辆梦寐以求的 梦中情车 当然也包含大乖在内 咱们本期的内容 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最后要非常感谢 山姆提供的素材 如果各位朋友 想看山姆更多的精彩内容 可以去她的频道观看 频道链接在视频下方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